因为我们原本就想到 川普这样干中国 干成这样 那对中国一定也有些实质上的利益损失 大家会不会怪习近平 我不是说人民 我说的是内部 当然有 高层 当然内部有人会怪 这是可以理解 不要说因为川普这个问题怪 而是其他内部的反贪反腐的问题怪 但是你怪有什么用 你只能生着闷气 你怪你也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去组织 你也不可能串联 你也不敢公开呼吁 对 所以从这种东西探讨起来 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 murmur个半天 但是我觉得说 统统没办法化约成 一个有效的组织的力量 好那老师 我们其实有看到你过去 有帮 不管是韩国瑜啊 还是柯文哲 然后帮他们做 两岸政策的顾问嘛 这样讲是对的吗 对 我也帮民进党 还是中国事务顾问 每一个党派 都会找你去一起 做这些 算是咨询啊 那我们就很好奇啊 因为对 对我跟Ken的观念来说 我们就觉得 可是国民党 他除了就是 轻中舔中路线以外 他还有别的路线可以走吗 这里面就要看 因为第一个 当然 我是讲直接的 你要围观 一定要选边嘛 但是做一个学者 你都不想围观 你就不用选边 你只要选事实就好了 所以我常常讲说 台湾不管谁执政 在两岸的议题 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国家的安全 也涉及到民众的 切身的福祉 所以这个议题 理论上不应当有 泛男泛女之分 一个团结的台湾 都很难因应北京 一个分类台湾 你怎么因应北京 所以这个问题 只有泛桶跟不是泛桶 是有差别 所以两岸议题 就没有泛男泛女之分 所以你认为 就是台湾 不管是要同还是不要同 应该要一致对外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 多元社会是很正常的 像以前我到 同派的演讲的时候 我说要同没关系 但是你要关心什么 第一个 你要统一 要首先关心 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 透过民主的手段 两岸制度相同 台湾民众通通同同意 主张同意有何不可 但是我很抱歉 现在所讲的话 一定在台湾 目前社会是非主流 我到独派的演讲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 要独立 当然每一个人都是期待 您为己所 不为牛后 但是要独立 你要更要什么 你更要关心 资历台海和平 能够让台湾 在和平的前提下 能够完成独立 是多么伟大的创举 所以要主张统一的人 不关心民主 要主张独立的人 不关心和平 我其实也有一个好奇的地方是 你会发现说 这几个政党在对中国上面 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部分 大家是不谈共同面 大家是谈什么 谈那个分歧面 那共同面是什么 第一个 三个政党都认了说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很负责讲 国民党也是这么看法的 第二个 他想的是邱海棠吗 未必 但是不管它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但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民主在哪里 那这个我就不敢多讲了 这个应该由他们来回答 那第二个 所有人都反对 我想当然除了统促党以外 或者说爱国同心 都反对北京的 中国的一国两制 可以适用于台湾 这个台湾的主流秘 台湾主流秘 你可以骂国民党 骂一千个一万个 但是你不能骂说 他接受个一国两制 因为从以前蒋介石 到蒋经国 到李登辉 到现在江启臣 对 我相信他们 没有人敢接受一国两制 为什么 因为一国两制在台湾民意调查 从来支持度 反对都高到80%以上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 看到就是什么政治人物 跳出来说什么话 甚至是某前总统 也会出来讲一些话 对对对 那这样子 他们讲某些话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 那你到底心是在哪里 对 会让大家很好奇 说那你这个政党的 核心价值到底是 就我们常常讲说 台湾的选举跟美国选举 有一点是一样的 台湾的总统大选 跟美国总统大选 包括很多人问我 包括国外的人 还有AIT的人问我 我说很多地方不一样 你们选总统 我跟我们选总统怎么会一样 一个讲英文 一个讲中文 还在门南语 还有哈嘎话的 但是我说有两个是一样 第一个一样是什么 这选举现在台湾的选举 不是选你喜欢谁 而是选你讨厌谁 恨会比爱 讨厌会比喜欢 更具有穿透力 更具有凝聚力 更具有动员力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你大概很难喜欢的很久 但是你要讨厌一个人 讨厌事情 你可以讨厌的非常久 所以美国总统也是一样 为什么川普他上一次6300万票 这次他觉得多了1100万票 7400万票 他怎么可能还会落选 7400万票是什么概念 不要讲这次拜登 这是美国有总统参选以来 最高的票数拜登出外 这次很多人出来投票 但是关键很简单 7400万人是坚定的支持川普 但是有8000万人是讨厌死川普了 不过刚刚讲到共识这件事情 我很好奇的是 对 没错 如果大家现在台湾各个政党 除了同卒党之外 都是认同这个土地 是独立民主的国家 那早期国民党讲的是中华民国 那早期民进党讲的是台湾 对不对 好 那现在蔡英文站出来 她把中华民国台湾拿下来了 照理说应该是共识 对 理论上这应该是台湾多数的共识 但这个共识跟国民党的共识 有一部分并不是全然相同 因为我不是共识党 但是她有些人是统促党 不是 不然不合理啊 如果从男影来看的话 我的理解啦 这中华民国台湾 到底是我们形容这块土地的公约数 还是我们国号的名称吗 这第一个 大家会有认知不同嘛 第二个 那中华民国台湾 他就要算 那你这个中华民国台湾 你到底是几年吗 从蔡总统 有时候他会讲说70年嘛 那70年就是指什么 其实你当然很清清楚楚嘛 这是1949年以后嘛 那国民党他就说 明明是110年了嘛 所以他这个东西会有看法 那我觉得说历史遗留下的问题 大家应该用更多的包容 我常常讲说 多元民主开放的社会 大家有人质互见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我们要确定一个问题 爱台湾的方式 有非常多种 没有说哪一个政党的方式 才是真正爱台湾 所以韩国瑜也是一种方式 应该也是一种方式 或许很多人认得说 他是害台湾 但是从他的角度来看 以及从他支持者 他一定不会认得说 他是害台湾嘛 当然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一个民主多元包容开放的社会 一定要懂得什么 倾听不同意见跟声音 我可以坚定我的想法 所以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说 大陆是什么 你客观的认知 只是你喜不喜欢它 这是你主观的判断 你不要因为主观的判断 去扭曲了你应该客观的 一些理解跟诠释的问题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教父第二集里面 他有一句经典对白 接近你的朋友 Close to your friend 但是呢 But 更要接近的敌人跟对手 于一说 这个老教父 他是CC里的黑手党嘛 他们跑到美国去嘛 那他就告诉他儿子 帮派里面 叔叔不不阿姨这么多 你将来怎么继承 护业文成武的一同江湖 记述这两句话 接近朋友 更要了解敌人跟对手 所以我们这时候说 不管是民主独裁 没有选票 没有裸裸 没有群众 都不足以承细事 但是呢 接近朋友 不了解朋友还不会死 你不了解敌人跟对手 你怎么死都不晓得的 所以我们如果 从这个例子来讲 我就比喻 就当然对美国没有不敬 美国当然是 我们最大的朋友 就毫无疑问的 北京当然是 我们最大的威胁跟敌人 这个不用怀疑 因为只有他对我们 主权上存有不同看法 其他国家没有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 面对这样一个敌人 敌人对我们会有伤害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也只有朋友 对我们才会出卖 因为你们一定没有听过 我被敌人出卖 会有这种人吗 这么笨 所以出卖你的人 一定是你相信你的人 那我没有说 美国一定会出卖台湾 虽然他曾经出卖过两次 但是我想说 因此每一个国家 都要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男女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比较具有一致性的看法 因为我们一个统一的凝聚 比较多元共识的台湾 都很难因应北京的威胁 那我们设想 如果一个台湾是什么 谁执政 既要面对北京压力 还要面对在野党的扯后腿 我就说 孙怒公也会变成猪八戒吧 中文明年钻的 Witch 中文明年钻的黑内党 中文明年钻的电话 最近在任何人 并且耽转的线 那还有你的就算 前启卓公也在 若有信心